6月18日星期二 狗哥晚报 欧洲央行专报会再推迟加息 今天头条新闻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欧洲论坛表示 他说因为经济前景不明朗 包括现在中美贸易战可能再升运 本来准备的加息至本来准备的9月 可能又要再推迟到2020年中 甚至说减息将会是下一次准备 会振兴经济首先会用的工具 市场立刻就以为不加息兼加有机会减息 所以立刻的债息全部下跌了 10年的尾债已经下跌到2.04 超过两年的低位 等待大家再给图图看看吧 今天4点钟时特首就说正式道歉 私人正式道歉 不是再发新闻稿 表示不会辞职 并且会继续如下的工作 我相信也要看看稍后时间 立法局或者其他会不会有更多压力 接下来再看看 另外由今晚开始 联储局就会开始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 在香港时间星期四的凌晨就会有结果 我相信现在应该不会... 加息的机会应该... 对不起 减息的机会应该只有大约少于20% 我相信应该会给多些资讯出来 就会说一下如何更清楚地说经济前景会如何 以及会不会确定7月就有机会减息之类的言论 我想这应该是跟着这24-48小时的市场焦点来的 再看一点点的数字 上证 继续在二十几点 好像睡着了 继续在区间上 飞去就不用说了 另外来说 今天来说 期指 早上看到的时候很多 例如小时图10分钟和4小时图 甚至乎20天那些全部都是很多的支持 在今天早上看到 其实产生了预期中的反弹挺厉害的 到现在去到275 刚刚因为欧洲央行说了比较合的言论之后 就涨到275 其实跟早两天的274半差不多 再跟之前的277又有一段距离 我相信现在市场应该会再看回 以色惠议之后的言论 如何在这个水平再推上去 似乎也不容易 当然过完星期三 看看立法股有什么 然后可能香港政府又会开始 接近周末的时候 会不会又有些东西炒起的时候呢? 可能到时会影响股市的气氛 再来看标期 因为刚才的息口下跌 即是债息下跌了 令股市上升了 标期就升了2900 最高到现在2908 9 现在跟前几天的二历911 相差一点 再上升的时候 似乎也看不到有什么阻力 直到上次去到295多的阻力位 也想让大家看看恐慌情绪指数 今天在50天以下 大概是15点半左右 跌穿了 这个理论上 就是说股市应该可以继续上升 但留意很多时候这些间歇息 一天半天跌穿了 接着一反吸那一下 可能恐慌情绪指数上得很快 对股市有压力 尤其配合就是 现在这样跌穿了 预计明天是转甲的机会 是相当高的 免着已经预期了 会不会有相反的意义 这个我相信应该跟着到公布前 可能波动也会相当大 现在来说似乎技术上 股票指数就升了 美股指数 另外恐慌情绪指数下跌了 也是同步 这也是会短期支持股市的走势 刚才因为欧洲央行的言论 令黄金又升了1350 现在到了1351 现在开始进入了 过了0.5的回调反弹 再上升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会很紧张 看看会不会又能过得上55 60 上次我们在日线图的阴阳组 也挺肉酸的 要继续再拉上去 我想过了55 可能走势会更好 大致 油价也是出奇地继续弱 因为股市做好 油价也似乎还没做得好 不知道是不是预示股市会下跌 暂时有点背迟 拍了这个也继续看吧 先说到这里 有问题的在下面提出 我会尽量作答 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和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 拜拜